但以理书第一章8到21节 现在由我为各位诵读 我惧怕我主我王 他已派给你们的饮食 何必让他见你们的面貌 比你们同年龄的少年憔悴呢 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不保了 代理队太监长所派监管代理理 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的管理者说 请你考验仆人们十天 给我素菜吃清水喝 然后你亲自观察我们的面貌 和那用王善的少年的面貌 就照你所观察的代理的仆人吧 管理者允许他们这件事 考验他们十天 过了十天 他们的身材看来比所有想用王善的少年 更加俊美健壮 于是管理者撤去王派给他们所用的善和所饮的酒 只给他们素菜 这四个少年上帝在各样文字学问上 赐给他们的知识和聪明 但以理又明白各样意象和梦照 王吩咐带他们进宫的日子到了 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 尼布贾尼沙面前 王与他们谈论 在所有少年中找不到人 能与 但以理 哈拿尼亚 米沙利 亚撒利亚相比 于是他们就在王面前示例 王拷问他们一切智慧和聪明的事 发现他们比全国所有的术士和巫师 胜过十倍 到居鲁士王元年 但以理还健在 愿上帝祝福聆听他话语的儿女 今天由黄国瑶牧师来 跟我们分享上主的讯息 讲题是内容外合群主道 今天我们来继续看但以理书第一章这个部分 谢谢师慧弟兄为我们把刚刚那个经文念出来 我们今年那个教会那个主题在 大家进来的时候在看到我们在 后面那个墙上有一个 就是主题是什么 我们一起念一遍吧 因为不念就很容易忘记 或是不念就 你知道我最初把一个念出来 也不是那么顺口 因为不是平常我们 对吗 所以我觉得多念 你进来的时候看看多念一两次 可能会比较 那个把教会的主题比较熟悉一点 今天我们来看这个主题是 内容外合群主道 最近我跟师母于一伟 从香港来的一位女同事 跟她见面吃饭 之前遇到她 然后她说 我从香港过来上课 然后我找你们吃饭 后来她在真的找我们 她跟我们说来台湾 她上一门课 叫什么 叫未来学 未来的 我们看这个term 这个赛一张 谢谢 Future就是未来 Futurology就是未来学 听过未来学吗 没有啊 我们教会常讲啊 我们常常讲末系学 末后的 对吗 这个就是未来 只是我们用term不一样 我们用那个名称不一样 在学校里面有一门课 叫Futurology 哇 我们 其实我们 我没有真的听过 但是 常常在讲 很多人对未来 希望有一个期待嘛 所以她就 希望上这次课 能够让我们知道 怎么去面对未来 我就问 我们就问她 这个内容是讲什么 是叫那个 喜事录吗 她说不是 我们这个学校里面 有个教授 他叫这门课 这门课 没有 没有什么课本 这样学什么 她说 她给你什么答案 她说没有答案 No answer 但是她会破除你 我们 她说 上课的时候 老师会把你一些 固有的概念 把它破除 譬如说 就是 男主外 女主内 譬如说 她就把这个 概念破除 听得懂吗 所以她没有给你答案 她只是 给你一些 现在很多很多事情的问题 那把它 让你破除 破除以后 你多一些空间 来 凑到 或者闻到 那种未来的味道 她是这样说 所以我觉得 没有答案 很有趣 这样 还有人 来上 这门课 因为 很多人都希望 能够对未来 有多了解 但是 她没有给你 answer 没有给你答案 她只是 让你知道 你什么事 影响你 去了解 未来 大概 我 我做到 这个意思 但是我在想 其实 在教会里面 我们讲 我们今天起事录 就是我今天跟你们讲 Daniel 但一里书 里面讲的就是 Futurology 因为你看 起事录里面 就会讲未来 对吗 只是 这个未来 跟我们好像 太遥远吧 但是我们 还是要看 这些书卷 这个 无论是 起事录 还是今天 我们来继续看 但一里书 我们是希望 透过这些书卷 对上帝 让我们看到的未来 多一点了解 所以如果我们要上课 我们要上 Futurology 我们要上一些 外面很多人 对那些 你看过吗 之前我提过的教里面 有些人说 这是一个人类普通 就是一个 你找 你把一些 天文学 新生学 什么学 然后混在一起 然后它 给你一个 人生的一些 展示 就是在外面 很多人在寻求 不同的方法 来希望看到一些未来 或是你的命运 所以有人找 我们台湾满多人 看那个星座 我是什么座 然后我这个 今年什么运程 然后我 这个座 我们要什么 遇到什么事情 对吗 我们很多人都相信 那个星座的事情 所以 你看 我们都是有期待 在生活里面 找到一些方法 来看未来 但是在但一里书 今天 就是2019年 我开始跟大家来看 但一里书的时候 就是有一点延续 去年启示录里面 对未来 这个不单单是 教会的未来 也是我们个人的未来 我们对未来的景象 能够有更多了解 然后检视我们属灵的生命 所以今天 今天我们看 我刚刚提到 那个教会的主题 今年的主题是 内容外合 认同了解 这个就是 我们对未来 有一个期待 我们怎么去improve 令我们更进步 对吗 主题不是 随便定一个主题 就算一 很多教会 定一个主题 就是随便定一个主题 好像有一个主题 这很好 没有主题 这个教会糟糕 其实很多教会 那个主题 根本没有注意一个主题 定那个主题 根本就没有 所以我们同观 可能过去也会发生这个事情 我们定了怎么样 没定了怎么样 只是没关 看我们教会要求什么 有些教会 他让弟兄姊妹到那个教会里面 他就不让他们有太多期待的 他只是来疗伤 有点 同观有点像 就是这样 我们来同观做什么 我们希望坐这里 母师我们不要做什么 我们只是在被医疗 我们被疗伤 我们在外面太多伤口 太多受伤 所以来到同观 我们希望 我们在这里 被医疗 你看一看 有些教会就这样 就慢慢增长 不一定有很多 planning vision才会增长 我看过 有些教会就是这样 慢慢增长 不会因为他教会 定一个目标 就变成一定有增长 这个就是要看这个群体 我们到底 我们这个群体需要什么 或是阶段性 某个阶段是疗伤 疗伤以后 我们走出这个伤 然后再往前走 听得懂吗 所以今天弟兄姊妹 我们要内容外合 我们一同来面对未来 好 我们看单一礼书 今天我们那个经文 第一点 立志要成圣 单一礼书第一章第八到十三节 我们需要 我们人生 我们需要有一个立志 我们生命有一个目标 我是一个目的 Your purpose is a holy pursuit 就是我们要追求 立一个志向 我们需要追求 这个 过圣洁的生活 这个好像有点抽象 但是单一礼书 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个picture 看见一个图画 单一礼 跟三个朋友 我们看 经文 Next 这个经文很长 我不会念 不会从头念一遍 但是单一礼书 立志 but propose or purpose in his heart 你看到 他有一个志向 他purpose 就是有一个定 方向 他立志 英文是 purpose 那个字 就是有方向的 他在心里面定准 立定一个心意 他在心里面 就是说 他有心里面 in his heart 在心里面 有一个定准 有一个志向 立定 purpose 他有一个方向 很定的 这个方向是什么 他要讨神喜欢 所以to be holy 他的意思就是什么 他在一个被 掳到那个地方 在一个巴比伦 身不由己 他住 他被掳到 那个住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不是他原来的居所 他还要要求吗 他还要立一个什么迹象吗 随波熟楼可以 熟榴可以 就是随着那个环境 然后就算了 对吗 你看蛋一里 他被捕倒 他还有其他同蛋一起 到那个地方 他不会随波熟榴 他要提出要求 他被王拣选 那个太监长 要他们喝那个王的酒 跟去那个王的扇 喝他的酒 但是他们 蛋一里就说 我们不 王的酒 那个扇那么好 你为什么拒绝 在王宫里面 都是因为美好 山正海错吧 为什么不吃那么笨 你看到你 你吃书啊 难怪 我们那么多人 喜欢吃书呢 因为要健美 健身 或者也不要那么多肉